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奶奶 我爸怎么样了 现在好多了 那我陪陪爸 奶奶你们先回去吧 行 那我们先走了啊 爸 爸 蓝芯 怎么了 怎么了 白泽 你怎么这么伤心 对不起 我不应该嫁给张一航 真的对不起 都是我不哭 我怎么说了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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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你好吗 我挺好的 你那天气怎么样 嗯 我告诉你 她现在的老婆 一分钱的财产都拿不到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她所有的财产都是我女儿的 她现在病得很重 我看呢 活不过多久了 相信我啊 亲爱的 好 那你抓紧去办吧 谢谢啊 亲爱的 嗯 拜拜 来 蓝芯 蓝芯 是那个美国的一个朋友打电话问候你爸爸的 她是不是希望爸爸早点死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你刚刚是不是给一个男人打电话 是 是一个男人 但是孩子 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又是什么呀 我以为你回来是因为我 是因为这个家 可是你呢 蓝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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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替妈妈解释 我不想看到你 你走啊 你现在就走 蓝芯 蓝芯 你替妈妈解释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的不是 你解释啊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呀 你说啊 你怎么不说了 因为你没脸说出口 来我们家 不过是为了贪图我们家的钱 不过是为了抢我们家的钱 跟那个男人用 如果我不是 清儿听到我妈妈的口说 我绝对不会相信我妈妈是这样的人 南芯 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妈妈有苦衷 妈妈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 真的 你有什么苦衷 你说出来啊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你走 南芯 你替我解释 你怎么哭 你怎么哭 现在哭的应该是我 南芯 南芯 我没有想要伤害你 你听到的不过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妈妈姐姐好不好 真的不是 孩子 小哥那你走 孩子 小哥那你走 小哥 小哥 妈 你不要跟我解释 我什么都听见了 没想到 你这种女的秉性还没有改啊 不是吗 当初 你抛弃了南芯 抛弃了明觉 我都原谅你了 我想着你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南芯为了明觉 没想到你还是为了我们家的钱 不是吗 你给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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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抱我家 你要多抱我unki 你是我确实 你不要不要发bla 你都 broken 快 你不要 快来 我们家 快去回来 我家已经给回来我们女儿 各位 奉家 快往哭 走 你怎么回事 向晨 妈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啊 这段时间你一直在电视台做节目 摄影工作没耽误吧 没有 听说你主持的这档节目还挺火的 很多人跟我说起这个事来了 怎么样 有没有考虑做做专业主持 妈 您今天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 当然不是为了说这个 我刚从医院回来 医院 您身体不舒服吗 哪儿不舒服呀 那你为什么去医院 是蓝星的爸爸 肝硬化晚期 现在都昏迷了 怎么会 怎么会突然这样 是啊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突然就这么严重了呢 向辰 邓伯伯一直对你都挺不错的 平时也很关照你 这段时间有空的话 多去看看他 你说这人 这人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妈 你也别太担心了 邓伯伯伯那么好的人 一定不会有事的 过两天我就去看看他 谁呀 蓝星 赶快接 蓝星现在一定很难受 好好劝劝他 喂 喂 喂 向晨哥 我好恨自己 我真的好恨好恨我自己 如果不是因为我看错了人 爸爸现在就不会这样 你别这么想 邓宝宝不会有事 夏晨哥 你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所有我重视的人 都要伤害我 远离我 妈妈 孩子 赵阳 你现在又是爸爸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离开我 我是不是很讨厌 别瞎说 安心 你一点都不讨厌 你非常非常的可爱 这件事可不怪你 真的不怪你 你没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妈妈现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瞎想也没用 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 你才能照顾更好 给 你小时候最喜欢吃小玻璃了 你对我说过 吃小玻璃和一种幸福的感觉 我现在经常想到小时候 我一不开心的时候 夏晨哥你就会给我巧克力哄我开心 然后我就天天点焦着你 然后我就天天点焦着你 真的伤起来 那个时候真的好傻 夏晨哥 你会想到以前的事情吗 你会想什么 会不会想到我 我现在合同你一签了 不能委约 但我可以挤出 早上和晚上的时间带你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太感谢你了 你多吃的 这对我请了 还想吃什么 我这份给你 夏晨哥 你怎么了 我 想到那些好玩的事 是啊 想到时候是最快乐的 什么幽露都没 有什么哦 像这样的门 我口于不会 你吃了它 无人 有什么 可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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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怎么了 就叫醒 我哥没事 是兰星 兰星把他妈赶回美国去了 兰星把他妈赶回美国 家里最近发生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妈气得睡也睡不着 吃也吃不下的 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她 我哥这边就辛苦你了 我先走了 你去吧 你去吧 怎么了呀 护士 今天这药还有吗 最后一瓶了 谢谢啊 不用谢 李婧 我让你受委屈了 我倒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蓝星 她是挺可怜的 都是我不好 当初夏琳来的时候 我就应该要让她马上走 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敏军 事情变成今天这样子 谁也不知道 所以你别怪自己 林叔她怎么样 她跟向晓 向晓的妈妈不肯约了林叔 所以 林叔就只能和向晓分手了 明确 我们真的没有想过要骗你 我们也没有想过 要去骗任何人 我相信你 我真的相信你 邓伯伯 你好 夏琳啊 来来来 进来坐 好 来就来嘛 你还买东西 坐 邓伯伯 感觉怎么样 好点也没有 好多了 你来得刚好 正好有一些事想我问你 那个 那你们聊 我出去透透气吧 好 你是不是和林叔分手了 是 是为了他的前夫 我是说张扬 是因为张扬 就是因为张扬 我妈无法接受林叔 张扬 我真的很努力地去理解林叔 但是他 好像已经不想跟我走下去了 那么我问你 你爱他吗 爱 我当然爱他了 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 你就要听我一句话 张扬绝对不是你们之间的障碍 你千万都不可以放手 一定要把林叔留在身边 那你知道 林叔为什么要在结婚前 他决定退婚呢 不是吧 他是为了要保护你 保护我 张扬当年把林叔身负的公司 给弄破产了 这件事 让林叔的母亲知道了 张扬知道以后 不但不把手 还是要害林叔他母亲 所以知道那个车祸 林叔就是因为怕张扬 会伤害他所爱的人 所以才决定在结婚的前妻 提出了退婚 张扬 你要相信我 你才是林叔 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人 林叔他爱你甚过于自己 你如果真的是像他爱你一样的话 那你就一定不能放手 你现在 可是林叔和佳佳的依靠我 无论如何 你都得要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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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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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敢跟我一起去面对张扬 我不想把你也牵扯进来 张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我不想你受伤害 哪怕一点挑 todo都不想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就不痛哭吧 你说 我求求你了 回到我的身边好吗 让我好好保护你 不行 为什么 你妈不会同意的 我妈不能决定我的一切 不管她同不同意 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你妈不同意 我们怎么可以 平平淡淡地生活在一起呢 办法一定会有的 相信我好吗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没睡 醒了 你没睡好啊眼睛怎么那么重啊 有吗 还好吧 做什么呢 给你奶奶做点鱼汤 她最近啊 因为酒店的事 又是夏琳的事 再介绍你爸 其实 想想你奶奶也挺可怜的 给你留了一大碗 记得喝啊 妈 你要是拿过去了 奶奶不喝怎么办啊 她喝不喝 或者是她接不接手 这都不重要 我做这些 就是让自己安心点 妈 我呀 就是想对你爸的家人好一点 向他们赎个罪 我懂 来来来 我来 你歇会 林叔啊 嗯 妈 幸好有你 说什么呢 我是你闺女 把那鱼放进去 什么 林叔退婚 是为了保护你 邓伯伯亲口跟我说的 她不会骗我的 妈 我想好了 我要跟林叔结婚 不行 就算您不同意 我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但是我特别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 看来你是没把我的话当回事 妈 我真的不能没有林叔 你不能没有林叔 但是你可以没有我这个妈 你要跟她结婚 就去结吧 不过 从现在开始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妈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妈 对不起 林叔 林叔 林叔的 真是中了林叔的邪了 还就不信呢 你就非她不娶 奶奶 我再给您换碗热的 妈 您好歹吃口东西吧 您这么下去身体肯定受不了 您是家里的顶梁柱 您可千万不能再倒下了 奶奶 我们家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妈 以前不过遇到多大的事情 您都不会轻易掉眼泪的 以前呢 以前呢 明秋也没有给我这么大的事 以前呢 咱们颜梦酒店 也没有人非要把她抢走 奶奶都怪我 那傻丫头你说什么呢 怎么能怪你呢 妈 妈 你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您可能胃口不太好 所以我就特意熬了点鱼汤 顺带再给明确拿几件衣服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住这个家 你给我滚 朱阿姨 给大家把汤盛了吧 我去拿几件衣服 你给我滚住 你给我出去 蓝星 你别以为我妈回到美国 我们就会接受你 你给我出去 蓝星 我知道你确实我需要时间 但是我就想陪陪你爸爸 我爸的事情我管不着 但是希望你不要再来我们家 你给我出去 我拿几件衣服 蓝星你别让我拿几件 我先走 蓝星 蓝星你救我 蓝星 我就是想给你奶奶送点汤来 不需要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 骚扰我们家生活 你还是说种事 选费 铝星 选费 蓝星 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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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喂 亲爱的老婆 咱们今天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我等不及了 好 今天就今天 我拔不得早点跟你离婚 你个混蛋 今天就要跟蓝星离婚了 对啊 早离我心里早踏实 你倒是踏实了 可妈也多担心你知道吗 儿子 其实你好好跟男性在一起 过日子再生个孩子 以后的阳光不都是你的吗 咱别再折腾了 儿子 妈呀 我是想跟她好好过日子 我一直都这么想的 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对她怎么样你应该知道 百依百顺 把她捧到手心里 呵护她 宠着她 惯着她 到底了呢 她还不是因为向晨 处心积虑要跟我离婚 另外呀 他们家也不可能 把阳光酒店给我 我亲耳听见的 真的 他们一家人都把我当委员 不会给我的 我也不想弄到今天这一步 是他们逼的 可是 咱都离过一次了 好歹咱得稳定下来 可能你儿子就这命吧 离就再离呗 反正我有一个孩子 你不是想把佳佳要回来吗 等我了了这事 我就去问林叔要孩子去 他们能同意啊 同不同意 他输了不算 张阳 终于如你所愿 抢走了我们家的一切 然后一脚把我揣开 应该说是如你所愿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跟您的向晨哥 光明正大地在一块 多好啊 你别得意得太早 总有一天你会一败涂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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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妈吃饭了没有啊 你放心 妈妈胃口挺好的 爸 安心 安心啊 你先聊 我先出去啊 爸 你怎么样 我很好啊 你放心 你怎么样 爸 我跟张阳离婚了 什么 我们刚刚办完离婚手续 好 没事 只要你决定的事情 爸都支持你 其实我早就想跟张阳离婚了 现在离乐道也轻松 蓝仙 爸对不起你 没把你给照顾好 爸 你别这么说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对不起你 他们真的离婚了 蓝星刚离完婚过来的 蓝星也够可怜的 是啊 就是张阳那个混蛋 他一个人祸害了两个家 妈 你说张阳会不会来跟我们抢佳佳呀 佳佳 他会来抢佳佳吗 那说不定 他现在刚离婚 肯定什么都不顾忌了 是是是是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 我也不知道 佳佳 佳佳 来来来来来 奶奶看看 真乖 孙子 佳佳 真可爱 佳佳 都出汗了 您怎么来了 这还用问吗 我来看我孙子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以后不要再来了 您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 我就是来看一眼我孙子怎么了 不行啊 对了 我正要找你呢 我找你聊聊 我跟您之间没有什么好聊的 不聊是吧 那行 那就这么定了 以后每个星期我要带佳佳三天 你说什么 我说 张阳现在已经是阳光的总经理了 病情很拦心也离了婚 现在我带我的孙子 已经没人敢说三道四的了 所以以后每个星期我要带佳佳三天 我说明白了吧 不可能 佳佳是我的孩子 谁都带不走 佳佳 你松手啊 你松手她 她是我孙子 你把她弄她了 你松手 佳佳 佳佳 凌晨 干什么你 她是我孙子怎么了 我告诉你 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什么干什么你 你以为你刺牙我就叛逆 告诉你林叔 更怪你承认不承认 佳佳她是我孙子 她身上流的是张阳的血 妈妈 为什么我是奶奶的孙子 因为 奶奶觉得你可爱 才能叫你她 很丑 走吧 回家吃饭 爹 你先回去 我有点事 林诚 不能让你 说什么 不 你 可不 你 没 有点 凌晨 凌晨 姐 你 你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了 借家睡了吗 刚刚睡 你是不是喝酒了 对 姐 这个张扬跟他妈 以后再也齐个不了咱们了 睡了啊 好 恭喜张扬 张扬又当上总经理了 是啊 昨天董事会刚刚决定的 邓总最近是不是病了 听说是感应化 还不错 我只是想办成了 没有 Hm 杀死呗 李恬 李恬 滚 老公啊 喝点水 你先放在哪儿 我现在真的好担心 我担心不知道张阳那个家伙 会把我古兴经营的阳光酒店 给弄成什么样子的 老公 现在你把自己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 知道吗 当初她在青春公款的时候 我就应该要让她走人了 要不是蓝星 我真的不会放过她的 你看哪 她害你出了车祸 又把凌晨的手弄成那个样子 老天爷是绝对不会放过这种人的 是啊 老公 老天爷睁着眼睛看着呢 好 徐总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好 徐总 来 张阳 当总经理的感觉不错吧 挺好 挺好 谢谢徐总 别忘了是谁让你坐到这个位置 怎么会呢 徐总 您找我什么事啊 我准备把阳光酒店的两块地皮 转移到我自己旗下的公司 你把相关的事情办一下 现在呀 怎么 有问题吗 没什么大问题 我就是觉得时间太仓促了吧 为什么 你看 咱们刚刚开完董事会 现在就把公司的地皮 低价转上到您那儿 我怕传出去不好听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 董事会支持我 阳光我说的算 你只管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不然我能让你上来 也能让你下去 我 我知道 不转让给你地皮 你就让我下台 把这两块地皮 低价转让给你 我这总经理还有什么肯当的 姓徐的 咱们走着瞧